我要向所有海內外的國人同胞 以及世界各地過農曆新年的好朋友 拜個早年 任內最後一次的春節談話 總統蔡英文錄影向國人拜年祝賀 全國的軍 警 蕭 海巡 醫護同仁 以及中油 台水 台電等國營事業的夥伴 謝謝各位在春節連假期間 堅守崗位 維持社會的運作 對於軍警蕭跟國營事業 蔡東東表達成正謝意 同時也傳達民主自由的可貴 我們海內外的華人朋友 也將臺灣堅持的民主價值 擴散到世界各地 共同促進全球的民主發展 我相信只要我們繼續相互扶持 就能克服困難 只要我們繼續團結一心 就能守護國家 臺灣訴求團結及民主價值 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月8號也發表新春談話 億萬中華兒女推進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偉業的堅定意志 和美好願望 習近平提到強調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 有力捍衛國家主權 至於去年的說法 習近平說堅定開展反分裂 反干涉重大鬥爭 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動權 他擔心主權安全發展的意義會受到危險 受到挑戰 那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是對於兩岸關係更加的悲觀 對兩岸的未來 對兩岸的變數更加的擔憂 蔡英文即將卸任兩岸關係會變好 還是會更加惡化 就看520之後賴清德如何掌握 歡迎新聞莊明達李頂強 台北採訪報導 兩岸關係 中美博弈 全球財經 軍事戰略 客觀 多元 深入的觀點 專家權威 嚴選議題 最專業的國際政經情勢分析 環宇全世界全球旗艦版 每週六晚間9點 準時開講 中美博弈